直播到8月20日讯,新赛季营馆已经开战,利兹连赛主帅马赛罗贝尔萨,马赛罗比尔萨,带领下目前还未产败第三战全胜。 日前,球队老板阿德里亚拉德里扎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在确定贝尔萨任球队主帅之前,他曾有意邀请钱切尔西主帅孔蒂支将,孔蒂曾在我们教练引员名单之列,若有他加忙,我们肯定能升入英超,我曾为他报价2000万欧,之后我和拉涅利进行了会面,他对支将我们有兴趣。 但最终他拒绝了,因为当时他正等待着一家顶尖俱乐部的电话,我甚至和马丁那次谈过,带比例时是一个障碍,在五月底时,我和球队的足球总监谈了谈,他说贝尔萨是理想人选,但我们不可能得到他,这些话更加激励了我。 我们进行了几天的谈判,最终以300万欧达成协定,包括他和教练团队的薪水,我们签订了一加一的合同。 在布宜洛斯艾丽丝进行了10小时谈话后,我们结束了谈判,他观看了我们的20场比赛录像,了解了我们所有的球员,包括年轻球员。 起初看起来,我们并无可能见下他,但他是我们的头号教练演员目标。 我们是一家具有营超实力的俱乐部,对他来讲更是如此,北浪。